今天我们要谈论一些有关股票交易的重要经验和原则 首先,拥有一个有主资之分的交易系统是很重要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核心思想 其他原则不得与这个核心思想相冲突 第二,深入的练习是成为专家的关键 通过极端的练习你的交易策略,你可以取得成功 第三,找到并庄助于适合自己的策略 避免改变风格和放弃其他策略 第四,优先排序和提前计划 专注于你的主要策略,根据重要性的顺序进行计划 第五,行动起来,避免拖延 所有事情都是通过做而学会的 而拖延是实现目标的最大障碍 第六,纪律是至关重要的 你必须写下你的进场标准 以避免依赖你的直觉和支持你自己的思考 最后,重要的是控制你的损失不超过6% 并使用风险分散以避免重大损失 总之,股票交易需要完整的系统和策略 要取得成功,你必须有清晰的核心思想和主次原则 深入练习,并遵循适合你的策略 提前计划并采取行动,保持纪律,控制风险 这些原则对每一个交易者都至关重要